Odio Jungle 挥兵征伐东吴 刘备亲率蜀汉大军 一路势如破竹 占领紫规 右派势中马良争取五西满 以起兵协同蜀汉大军作战 孙权任命又护军 镇西将军陆迅为大都督 统帅东吴水陆各军与蜀军交战 这时 刘备亲率主力 从紫规进底消停 蜀军已深入无境 从正月到六月 陆迅坚守不战 破坏了刘备 已是优势兵力祈求速战速决的意图 蜀军将士逐渐斗志 换饭松懈 六月的将来正值酷暑时节 未必酷热 刘备将军营驻扎在深山密林里 这一战略上的疏忽 使得陆迅看到了击败蜀军的良机 不久后 陆迅成夜突袭蜀军迎战 并顺风放火 蜀军大乱 刘备军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阵亡数万人 陆迅一战成名 然而这样一位智勇超群的名将 最后却因遭到猜忌 被孙权逼死 陆迅 自薄言 出身东吴官患世家 出入孙权幕府 历任海昌屯田都尉 定位校尉等职 因屡次率军平定各地山贼作乱 而被孙权器重 并将哥哥孙策的女儿嫁给陆迅离妻 之后更任命他为身策的帐下 又不都 统领帐下亲类部队 陆迅真正的展露头角 是在智取荆州上 吕蒙装病 由陆迅代首路口 此举致使大义的官宇 不再防备江东 并将荆州大部分兵 马调走 吕蒙率军白衣渡江 兵不血刃 夺取了荆州 而陆迅也因前后斩破 招纳官宇军数万人之功 而被孙权败了有护军 镇西将军 进封楼侯 镇复荆州 在之后的一灵之战中 陆迅更是以火供大破蜀军 火烧连营四十余战 蜀汉军死伤数万人 刘被谨率少数残兵 逃到白帝城 并并死城中 此战之后 孙权和陆迅这对军臣 正式进入了蜜月期 反武 蜀关系处理 孙权都令陆迅与诸葛亮通信 甚至为了方便 克了自己的玉玺 放在陆迅的住所 军臣间相互信任到如此程度 黄武七年228年8月 孙权拜陆迅为大都督 甲黄月 令陆迅统领六师 而设行王室 孙权亲自执兵为陆迅在前开路 令百官朝陆迅下跪 陆迅俨然成了东吴的晴天之著 在之后的石亭大战中 陆迅率军大败卫军 秦斩一万余人 缴获军资器械无数 为大司马曹修 不久便因气愤发病而死 据吴书记载 石亭之战后 陆迅回赈荆州 孙权对他荣宠万分 赠送自己的车盖给他 脱下裙帽和腰带 亲自给陆迅戴上 当时凡是赏赐给陆迅的 都是御用真撇 没有哪个人能与陆迅相比 然而物极必反 建立如此多的功勋 获得如此多荣宠的陆迅 在孙权晚年却卷入了历寺之争 赤乌三年二百四十一年 太子孙登叙事 孙权的第三子孙和被立为太子 但自赤乌五年二百四十二年起 因孙权在立 处之世上反复无常 太子孙和吉鲁王孙霸之间 因储君问题产生了极大矛盾 朝中大臣亦分为两派分别支持太子和鲁王 陆迅 顾潭 吴灿 诸葛克等都支持太子 赤乌七年二百四十四年正月 孙权在前任丞相雇佣死后 任命陆迅为丞相 虽然任命了陆迅为丞相 但陆迅在立处之争上的表现 却让孙权这位皇帝猜忌日重 他既不听从陆迅旅求保安太子 出将鲁王之见 又相继流放陆迅外甥顾潭 顾成 姚信 太傅吴灿 因几次与陆迅通信 被下狱处死 孙权更类浅宗使责扬迅 实习奋会之族 逼死了陆迅 陆迅于赤乌八年二百四十五年二月寒恨而亡 终年六十三岁 追识昭侯 其子陆康习决江陵侯 孙权之所以逼死陆迅 绝不只是因陆迅维护太子的问题 主要政洁在于孙权认为 陆迅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 陆迅一直镇守武昌 位高权重 声望至龙 上次太子孙登 下至不至 潘迅 朱 巨登朝陈将领都与陆迅交好 功高震主 自然被孙权所畏计 加上娶了孙策之女为妻 早年是为了以此笼络 晚年却成了催命符 而孙权的江东基业 本来是从兄长孙策手中继承来的 孙权害怕之后 陆迅会借着这样的关系 来拥立孙策之子争夺大位 陆迅之才更是 让晚年的孙权担心身后之事 怕之后的四主 驾驭不了朝中亲党 众多的陆迅 陆迅不死 孤不得安 在逼死迅 之前 孙权先是减除其朝中亲党 在其死后 更是升任诸葛克为大将军 贾杰 驻武昌 并代替陆迅领荆州市 是吴十三年二百五十年 孙权费孙和 赐死孙霸 并于同年十一月 改立孙亮为太子 刐冲 你